1,2,5,6 来,对手吧 我们院内的孩子 主要就是有脑瘫的孩子 还有比如说唐诗综合症 很多孩子在这儿康复的同时呢 可能都没有办法去学校 文化课学习这一块 家长也比较着急 我们就希望能够孩子们提供这样的机会 开设这样的一个班 有文化课需求的孩子 适龄的孩子 让他们在康复的同时 不要落下文化课的学习 我们这边是三位老师 从上午到下午 我们全天都有课程 我们基本上是一天 每个孩子就是两节课 就是我们会根据每个孩子的 这个能力 安排一个合适他的一个班次 一级一级的慢慢往上升 我们的进度可以慢一点 但是我们要保证 基本上让每个孩子都要能够就是学会 从开始到现在的话 差不多也有上百名了 然后就是到今年的八月份 我们有七名孩子进入正常学校去上学 看到孩子们成长 看到孩子们进步 我觉得我们的内心 其实有时候比家长还要高兴 其实到我们这儿来上课的 只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 就是希望更多的孩子来到我们这儿 能够去普及孩子们的一个基础知识的一个学习积累 他希望他们以后能有一个养活自己的技能 他的进度还有他的方法 主要是针对特殊儿童子 可能我们有时候在家教的方法也不对 他在这儿上感觉还挺好的 我的期盼就是孩子能正常进入小学 我觉得这要家长不放弃 孩子还是有希望的 femme 娘 lesbian 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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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